根据研究发现 音乐对于儿童的成长发育 有着积极且显著的影响 而今天生活百分百 要带大家看到的是 一位老师在音源集会下 遇见了儿童音乐教学的课程 马上跟着音乐的对动 进入他所编制的美妙世界吧 眼前这位带领他们快乐地享受音乐的 正是Ivy老师 原本担任美与教职的她 带着满腔热情投入工作 才发现这不是她想要的教学模式 因此到了加拿大进修幼儿教育课程 让她接触到当地教学的方式 看到老师与学生的互动 让她对教育有了不一样的启发 回到台湾后 她积极想把加拿大所学应用在教学上 但却因为台湾现实的教学环境 让她再度思考什么才是她最想要的 然而这时她却意外发现 音乐引发孩子学习的动力 发现了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音乐这个东西 对幼儿来讲是非常有魔力的 譬如说我们请孩子收拾玩具 该收拾玩具咯 那我会说clean up clean up 孩子可能不一定会理我 他可能不一定有几个孩子 放下手中会真的去帮忙收玩具 可是我就学加拿大老师用唱的 我就开始唱clean up clean up everybody let's clean up clean up clean up put your things away 然后很神奇的就是孩子就会很像一种魔咒一样 他就开始就会去做你要的指令 就是去收拾 从此以后我只要唱歌 他们就会做我要的那个指令 只要用唱的 感受到音乐队孩子的魔力 后来他发现了music together的课程 他的教学理念不谋无核 主要强调以孩子为中心 因此他搞东京参加盈基师师培训课程 受训回国后请开始收课 那这个亲子的乐课不是说爸爸妈妈进教室来 然后看孩子上课就好了 而是爸爸妈妈要百分之百的完全投入在课堂中 那为什么 因为孩子可能来到我们教室 一个礼拜只会见我们不到一小时的时间 可是爸爸妈妈每天陪着他们 所以爸爸妈妈在教室里把我们这一堂课上的东西 带回家里 融入在生活里面的时候 那我们就真正做到把音乐融入生活 它真的就会叫做面子之下的 我们在课程里面啊 大部分的曲子都是由老师亲唱的 而不是播放CD 那我们希望说 能够在这堂课里面 让孩子听到爸爸妈妈唱歌的声音 用音乐去跟孩子播放 然后再来我们可以把歌词改编 改编成孩子的日常生活中会遇到的事情 比如说我们可以唱 Sasha ya Oh Bratwagon Sasha ya Oh Bratwagon 藉由改编成孩子的日常生活会做到的事情 那这样就真的跟我们的理念相符合 把音乐带到生活当中 Music Together的课程套入传统教学模式 上课的对象是家长 而孩子在教室里头则是可以随意走动 并不是知识地让他们跟着老师的动作做出反应 我们知道家长会期望 孩子在上课的时候立即做出反应 可是我们也希望家长可以等待孩子 让他一点时间去观察 那有些妈妈就会说 赶快跟老师唱啊 赶快唱歌 那对孩子来讲 你干扰了他消化的过程 你干扰了他在观察的这个过程 所以我们都会希望 爸爸妈妈只要孩子是安全的 只要孩子没有打扰别人 那我们等他一下吧 那我们认真的上课 让孩子看我们 这样就好了 那因为我们家的男孩子非常活泼 那事实上过很多课程 我会发现他没有办法 就是乖乖坐在那里 跟着老师做一样的动作这样 那我发现 艾佩老师他很尊重孩子学习的音乐 他不限制孩子 他觉得孩子即使在教室走来走去 跑来跑去 那都是他感受音乐的一种方式 除此之外 教室空间另外也规划了绘本阅读区 里头拥有上百本中外绘本 深受孩子们的喜爱 我很喜欢收集绘本 所以我有好几百本的绘本 我不知道要放哪里 我就觉得如果我开一间教室 我可以把我的绘本都摆出来 分享给孩子看 孩子下课可以留下来看绘本 我觉得是一件很美好的事 艾佩老师期望孩子的学习 应该回归简单自然 透过玩中学的方式 让丰富的亲子音乐活动 融入生活当中 带领家长与孩子 共同体验音乐的美妙 感受每一刻亲子相处的幸福时刻 优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